实习医生在医院进行实战训练 主要是吸收临床诊证的经验 本地的一家医院却举办了另类的课程 加强实习医生的沟通能力 同时也让有志成为医生的学生 对医生的工作性质有更深的认识 来看记者林伟玲的报道 每次你到医院 有些事情会发生 真正的 这位有志攻读医科的学生 正在演练同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 患者家属其实都是来自本地剧团 必要剧场的业维院员 他们会通过角色扮演 让实习医生和学生 掌握怎样同病人或家属沟通 尤其是在传达坏消息时 尤其是在传达医院的医院 也经历过某一些病痛 我们很了解病人与病人家属的亲身的经历 所以当我们在演 假装一个病患或者是病人家属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利用到我们本身的生活经验 院方表示 随着更多来自英国中国等地的海外医科毕业生 加入医疗队伍 这类课程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去适应 本地文化 语言和价值观的差异